冰岛市政厅从这个月1号起 基于公众的安全 沿进巴都丁仪海滩的非法骑马活动 由于业者语劝不听 也不理会通知 市政厅执法组今早连同受益局和警方等单位 展开木马行动 出动了推土机 拆除一间非法马棚 也一并带走饲养在马棚内的两匹马 我们将来提供了提供了提供的 诺阿兹林透露 市政厅今早已经展开多次取缔行动 被冲工的马匹将被送往兽医局检查 其中一匹马被发现身上及腿部肿胀以及受伤 市政厅已经鉴定当地还有三到四个非法马棚 其中一些可能隐藏在肝膀内 当局将在近期内采取行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